完成的结果,像我们原来黑名单差一点,城市这么多这么多 而且有些用录制聚集下来的城市,真的非常冗长 明明只要写一行,他给你写十几行,二十行都有可能 经济的结果,我有把它call在这里,我有两阶段,一个是原来的,就是说 直接把它拿过来,你会发现 原来这个是什么,查询名单.slate,然后range b2.slate 然后再到那个actives,你们可以比的,然后再把公式丢进去 有没有,其实这个地方就直接丢就好了,所以其实可能 原来会分成大概五六个动作,其实最后写下来 就可以把它凑成一行就搞定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只是说这个地方比较不容易 理解的,不容易看到是因为 它是在另外工作表 除非你切过去 否则的话你会看不到 那特别是如果你切过去的话 那将来你要把它切回来再去run,否则会出错 还有呢,最容易出错就是这个地方 刚刚就卡在这里 这个地方一定要加一个 指的就是说你要向下追,因为也都在那个工作表 所以你如果刚刚忘了加那个工作表的名称的话 那就会卡在这里 所以这个应该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过了 应该就没什么 比较 没什么好处,就是比较不会出错 这个这个地方A2,我刚刚有改 其他大概就差不多,最重要是这个 这个autofilter 比如说你可能最重要就是 三个东西嘛,一个是 工作表 物件 以后的话呢,就是刮壶里面就加那个工作表名称 就可以 当然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换个方法,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这个sheets刮壶1也可以 那这个1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从左边算过来第1工作表 也可以 就是第几个工作表 可是用这个方法比较有风险,就是说如果你位置换了 那很抱歉就找不到 OK,如果你位置会 换位置的话 那还是建议用什么,用那个 你的工作表名称 那第2个,你可能要注意就是autofilter autofilter实际上 指的就是那个筛选功能 那筛选功能后面的话 通常会问2个问题 一个是哪一栏 一个是什么条件 OK,如果文字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 比如说双语号 另外未来你其实也可以查其他东西 这个后面点升线还蛮大的 OK 然后再点copy 这个点copy就复制过去 另外就是什么呢 用vis把它金钱 那我也要把 刚刚讲的这部分的程式 也把它放云端上 给各位做参考 如果你这些都有掌握的话 我想 以后呢 你就慢慢可以掌握 不会,没关系 先录制 录制完之后呢 再慢慢 把它做 金钱 最后看到的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OK,阶段性的 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么厉害 就是一次可以 不用录制 就可以 未来如果你比较厉害的话 就根本不用录制了 直接写就好了 对不对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第5个单元 所以待会请各位开启什么 检释与参照函数 把这个范例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里面有一些常用的一些相关的函数 包含什么呢 其实像那个 检释与参照里面 最常被使用到的 像什么 V2函数 像lookup函数 像index match 等等的 比如说呢 我们 以这一题来看 假设吧 这个资料的话 分成左边跟右边 一般可能会分成 分在不同的工作表 因为我们要练习 方便 所以我把它放在同一个工作表 左边的话呢 是一个 所谓的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呢 里面 就放了所谓有 总共有五个栏位 编号 OK 姓名 总销量一直到业务水准 那右边的话就是我要查的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边输入005 希望把005这个人 左边 等于是 这个是他编号 他右边的 四个栏位的资料呢 是横向的 帮我把它改成纵向 其实有点像什么 自动带出我要的资料 OK 其实 简单讲起来 就是在ECL里面查询 那查询当然我们刚刚用筛选也是可以查询 不过呢 筛选比较适合就查询大量资料的时候 那如果你是小量或者是个别的那一个资料的话 那该怎么做 当然方法很多 所以待会请各位试一下 插入函数 找到检视与参照 其实当然 第一名 在ECL里面你不会VILLE函数 说真的 你应该是不会用ECL 真的 我发现 不过我本来是这样想 后来发现好像真的还是有人对VILLE函数不熟 不过说真的工作里面你不会VILLE函数 真的很多事情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 重要性来看 ECL里面的第一名 应该 排不到第一名 可能排到第二名 VILLE函数 这个函数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用 OK 所以如果你对这函数不熟的话 可能要先聊 第一个按确定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什么 请你帮我把什么 005 找到之后 他的其他资料 分别放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当然 有很多方法 你说老师是不是只有VILLE函数可以吗 当然不是 你可不可以用Obset 可以 用LOOKUP 可不可以 Index Indirect 可不可以 其实所以这上面很多函数都可以做到 一样的结果 只是说哪一个比较简单 其实我们主要讨论说 哪一个函数用在哪一个状况是最适合的 你说每个都可以 那问题是我们今天不是做学术研究 反正我们要解决问题 哪一个方法最简单 用哪一个方法 OK 所以VILLE函数 打开来 第1个的话 它有4个参数 会问你4个问题 第1个问题是LOOKUP VALUE 中文意思是说你要找什么 我要找这个编号 你帮我找005 第2个问题 Table Table是资料表 array是范围 那个资料表范围在哪里 就在这里 不包含栏位名称的这个资料 也就是说 他会帮你怎么样 把005 去到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范围 这个资料表范围里面的第1栏 特别是 那个VILLE函数只会找第1栏 所以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我的资料在第2栏 我要找姓名 OK 你抱歉不行 VILLE函数只能找 什么呢 第2栏 除非你把姓名搬到第1栏就可以了 OK 给他注意一下 所以呢我们第2个问题就是Table 第3个问题是什么呢 Column in the line 这个叫Column Col 以后看到就Col Column什么呢 Column就蓝 意思是说哪一蓝 什么哪一蓝 意思是说 我帮你查第1栏 对不对 查是查第1栏 那问题是 请问一下你要帮我帮你把查到的第几栏的资料帮你带回来啊 那我要姓名 姓名在第几栏 1 2 所以特别是说这边输入2 意思是说我的这个资料表的第2栏 他就把刘宏君带过来 第3第4个问题说Range Lookout 那你的比对逻辑是什么 要完全一样就输入0 找接近就输入1 OK那我们先输入0 所以这边输入2 帮我把姓名带过来 帮我找到完全一样的资料 按确定 刘宏君 好 那我如果希望向下填满可以OK的话 向下填满 那 如果要向下填满OK的话 应该怎么样呢 当然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复制贴贴贴 改改改 我不是觉得不OK 最好是什么 这边有空点向下拉 就可以自动帮我把 所有的栏位都查完 那可是问题来了 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有没有 这边是第2栏 那如果 总销量 不就要变第3 名次变第4 业务水准变第5 所以呢其实如果把这个column in the number 可以动态的向下拉 由2变3 3 变4变5 可是问题 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把这个数字 如果向下拉 他就自动帮我加1 OK 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需要学会 有一个函数不知道各位没有学过 插入函数 一样简式与参照 里面也比较弱 没有加S 弱 弱的话意思说按确定 这边直接按确定就可以了 四值的是 他会帮你找到你现在所在的列 所以呢如果你向下填满会怎么样 4567 但是我要的是数字什么 2345 所以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怎么样 剪掉2 打个勾 向下填满 2345 OK 所以其实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 把这个2改成什么 Raw Raw 自己打 小瓜 减掉2就可以了 OK所以 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Raw 减2 放在这里 打勾 他会不会也是留红4 那向下填满的话呢 那向下填满的话呢 请你把什么呢 把这个范围因为等一下这个A3 跟E10 它会变动 所以记得把3跟10锁起来 OK 如果你不想锁住的话 你可以把它定义名称也可以 像我们刚刚讲过 你可以定一个名称 打勾 向下填满 哪里出错 上面这个要锁 H3 这个如果没锁的话 它会跑掉 所以向下填满 那把它刺中一下 OK 那也就如果今天 输入004 会不会带出正确资料 Enter 你会发现 因为底下的都跟着它 所以 它会把004东西带过来 但如果说 我今天如果00多少 009 Enter 会怎么样 请NA 指的是找不到资料 那就跟各位讲了 不过未来如果你这边把最后一个参数改成1的话 它会找到 其实如果你把它改1的话 你会发现大约符合 它会找到 你想说为什么找到 因为它会找009如果找不到 它会找008 OK 可能注意一下 请各位先试一下 在那个简式与参照这个函数 这个范例里面 试着利用什么 1 请各位先利用那个 VILU函数 帮我做练习 记得这个是找这个 这个是这个范围 的第7 这边是第1栏 一定是找第1栏 把第2345 的资料带过来 这个的话呢 我们用0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因为主要我们是要 尽量还是 就是 在这一题来看的话 向下填满会比较快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用那个 RAW函数 就可以快速的帮我把 我要的资料给查出来 那当然 以这一题来看 不是说只能用 VILU函数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可以试试看 我刚刚讲的 像 Offset 可不可以 其实可以 Index 可不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 甚至如果你用VBA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 如果以效率来看 我是觉得如果只是 简单做一个查询的话 这一题来看 应该是用那个 VILU函数 配合那个RAW函数 应该是效率会是最好的 可以试一下